砸了我那50mini 那里面可是有何反应堆啊 剪破烂的 这辆三万块的小车 是你剪破烂几年的积蓄榜 要不要跪下来求我不要砸 我劝你住手 如果真的砸了这辆车 你后半辈子就毁了 请YD老板 和他飞什么花 拳头才是鹰刀利 哎 这俩人是YD人吧 他们不知道耶从的背景吗 这样在中午回回之下 打了耶少的脸真是太大胆了 他们就不怕耶从的包袱吗 之前有人顶装耶少的 最轻也被打断腿了 哎 我的怒火不是你能承受的 算了 你走吧 我不想搭理你一个孩子 免得别人说我欺负孩子 天呐 我听到了什么 那个土力土气 提着泼烂袋子的家伙 竟然敢叫耶少孩子 这家伙完蛋了 我记得上次有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敢这样跟耶少说话 结果却是惨不忍睹 这个香巴佬 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这样的垃圾人 也敢这样跟我说话 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是叶聪 环球资本的独生子 千亿财团的继承人 哦 环球资本 没听说过 哈哈哈哈 管是个香巴佬 连我们环球财团都没听过 这也说明你是个垃圾 不过你是第二个 敢看不起我的人 你知道第一个人怎么样吗 哥 算了吧 我还得去报道呢 就不要再和这个家伙 浪费时间了 行吧 那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走吧 报道处要你本人倒茶 喂 你们究竟有没有听我说话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敢无视我 报道处是否 行 我要让你们知道在湘江 我叶聪就是天 喂 赵老师啊 我是叶聪 有件事需要你帮个忙 方指若是吧 这录取通知书有问题 是假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这位老师 您再仔细看看 我是主管招生的赵主任 真假我还看不出来 你再教我做事 我去 这肯定是叶少的手段了 都说了叶少不能惹 这下惨了 行行 看来这些人不仅是香巴佬 还是骗子 竟然用假的录取通知书 想混进湘江大学 真是不实抬举 哦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是考上的 为什么会是假的录取通知书 不信你看我手机上有成绩的 拿走 保胆醒 借借榜易解决 也从事吧 这次你搞得贵 呵呵 是我又怎样 在湘江 我就是天 湘江大学我想让谁进 就让谁进 你们这些人 一辈子也别想进湘江大学 好 很好 我本来不想和你一个小孩一般见识 但你却非要来找麻烦 外加小老外 这件事你来处理吧 总之 这样人品有问题的人 就不应该出现在湘江大学 王德法 学校行省报道出 物粉种类处先在恶面前 哈哈 真是滑稽 你们装得还挺像 还打电话给王校长 你知道王校长的电话号码吗 就算知道 你打过去 他会离你们这些 开着武林的泥腿子 哼 湘江大学可是 全国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 在我们夜少面前 你们算个屁 你们就别在这里演戏了 赶快走 不然我让保安把你们丢出去 简直太前揍脸 不行 若显揍你一顿再舍 外加小老外 淑女点 邦董 自林娜 对不起 我没来晚 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校 校长 您怎么来了 你 你真的喊来了校长 王校长 你们这赵主任说 我妹妹的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这件事你怎么看 这不可能 邦董的妹妹怎么可能是假的 而且我记得您妹妹 是以739分的 全国最高分考入的湘江大学 赵老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嘶 我没听错吧 多少分 739 郭曹 你快捶我一拳 我不会是出现幻听了吧 赵德柱 你立刻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校 校长 我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可能系统出问题了吧 王叔 这录取通知书绝对是假的 毕竟我爸可是捐款的实意 这通知书的真假 我可是见过的 原来是你搞的鬼 呵呵 你不说话 我都忘了 王校长 这湘江大学 可是一流学府 这种没有素质的学生 只会拉低档次 你这意思是要开除 哈哈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 无法踏入湘江大学半部 我宣布 叶聪由于严重违反校级校规 被湘江大学开除了 并且以后也不允许 踏入湘江大学半部 什么 真的开除 王叔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爸可是给湘江大学 捐款十个亿 你居然要开除 我看你这个校长 也不想当了吧 还有剪破烂的 你别得意 我这就把我爹叫来 哎 又是直升机 看来这叶家 还真是够张狂的 啊 王校长 你要开除我儿子 还不允许我儿子 踏入湘江大学半部 我给湘江大学 捐款十个亿 是烧的纸钱吗 爹 你可算来了 就是这几个乡巴佬指示的 快帮我教训下他们 我倒要看看 是哪里的阿茂啊 方董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叶田 原来是你啊 这叶聪就是你儿子 回方董 叶聪正是犬子 没想到是他在这里捣乱 您放心 我等一下就打断他的腿 保证他三年下不了床 不是 爹你有没有搞错 你怎么跟这个剪破懒的鞠躬 还要打断我的腿 你不会是得了老年痴呆了吧 混账东西 你给老子闭嘴 你要亡了我叶家吗 快跪下给方董道歉 啼 我不会 我们环球资本什么时候怕过别人 我们可是有千亿资产 拿钱也能砸死他们 蠢货 你知道最近湘江大学 为什么会翻新吗 是人家方董 为了妹妹上学方便 挥手就是六百亿 方董的资产 都能将整个湘江买上 而我叶家 一共也才五百亿的资产 你找死 别拉着叶家陪葬 什么 原来投资六百亿重建学校的大佬 就是你 完了 我踢到铁板了 放过我吧 呵呵 我看你这人品 有待考量 这么多年的学算是白上了 这样吧 我也不和你这小孩子 一般见识 叶天你送你这儿子 从幼儿园重新上一遍学吧 记住 每年都要考试 全年级前三名 不然叶天你自己解散叶家吧 好好好 谢谢方董大恩 我这就回家练个小号 让他们哥俩一起上学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谢谢方董 什么 幼儿园开始上学 还有前三名 那我再回到大学 岂不是要四十岁 还有这位赵老师 你这也有为人师 跟着他一起重新进修吧 5 我也要学 完了 全完了 败家小老外 你帮着植若入学吧 新建的学校 我先进去看看有没有破烂